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原本因为疫情而减少的一个班次 包含学生专车以及夜间公车 我们将至9月1日起全面恢复行驶 另外8月26号起 餐饮开放同住亲友同桌聚餐 免除隔板及梅花座等规范 市场摊商不强制佩戴手套 全市公共图书馆开放 街头艺人开放演出 及大物人沙滩开放游泳 我们街头是将遵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所公布的指引 从8月26日起 松把同住亲友聚餐 不受限使用隔板梅花座以及专人分菜 图书馆还有自修室的部分 很多民众跟同学也关心 那我们也会在8月26日起重新开放 但在开放的同时 我们将进行体温的量测 首部的消毒 还有十年制入管的措施 并且每一个图书的空间呢 会针对它的一个面积 订定不同的浓流的人数 并且也采取梅花座的一个管制 另外是大人沙滩 那我们也将从8月26日起 开放包括游泳以及浮潜等水域的活动 那除了在水下的活动之外 其余的时间只要一上岸 就必须要把口罩把它戴好 8月27日起 开放海性游泳池 篮球场 儿童邮据设施等 牛昌强调 如果巡查发现或经民众检举 有人没有落实防疫规定 这些场所将封闭一周 请民众特别加强自主的一个管理 落实防疫的要求 如果经过巡查 或者是民众检举 没有落实防疫的规定的话 经市政府查证属实 我们会把该场地封闭一个礼拜 所以请民众一定要守规矩 那既然大家希望能够 使用这个空间跟场所 请大家务必遵守防疫的规定 不要当害群芝麻 另外包括李明活动中心 及关爱据点 也从8月27日起开放 不过每周仅开放 星期一三五的上午9点到12点 同时暂时不租借民间团体 到活动中心的民众 必须要全程戴口罩 而且禁止任何的饮食行为 有关于人数的一个管制 在室内每个人的一个至少2.25平方公尺 每个人 那室外的话至少1平方公尺每人 那室内的人数以80人为上限 室外的话是300人为上限 还有娱乐于船部分 则取消八成载客人数的降载限制 恢复正常运人 牛昌表示 金融市从6月27日首度嘉陵 到8月25号刚好满60天 这期间的防疫成果 都要感谢金融市民的配合 他也提醒大家 心情可以放松 但是防疫不能松懈 金融市政府会示疫情状况 持续进行调整松绑 稳健的带领大家重回正常生活 记者张旗潘金融报道 疫情降级 中央宣布全国各地第一类渔港 开放垂钓 金融八斗子渔港 东提这两周出现了垂钓轮潮 因为实施单一路口管制 市府在地上有标位置 钓客每天都要保持两公尺 每天限钓百人以下 限制白天垂钓 八斗子渔港东防波提 出现不少钓客 悠闲甩干垂钓 关闭两个多月之后 垂钓终于松绑 不少钓客等了好久 虽然是平常日 游客八点不到就来卡位 已经不错了 已经有四度开放了 总比都没有开放好 除了全城要戴口罩之外 地面上多了一整排的黄色标示 要求钓客要相隔两公尺 现场还实施QR Code的扫描 每日限制百人以下垂钓 只开放白天 开放的时间是早上八点到晚上的六点 那这段期间的话 我们渔港管理人员的话 会在中间的时候 还有海巡单位都会去做一些巡视的工作 那让这些钓友们能够保持 这个维持户外的社交距离 然后也可以遵守我们的防疫规定 然后全程戴口罩 那饮食的部分的话 基本上是希望不要饮食 那有时候有必要性的时候 因为天气的 喝水的话 喝完水的话 希望说钓友能够赶快把这个口罩戴起来 虽然有种种的防疫规定 有些麻烦 但钓客大多愿意配合 只希望防疫措施再松绑 开放其他渔港垂钓 基本上我们钓鱼人也是会互相提醒 就是说 比如说看到有人口罩脱掉 也会跟他们讲一下说 那个现在防疫期间 大家还是要遵守这个规定 希望再开放到晚一点 不要限制到五点半 因为在目前在基隆这边 只有八多指可以钓而已 希望在东北角这些沿海都可以开放 这二类港的话主要是受限于我们渔港管理人员不足 那没办法 也没办法 因为是开放空间 所以没办法做单一出入口的管制 在二类港的部分的话 目前还是没有开放 那之后的话 我们会滚动式检讨 如果疫情可以再更降下来的话 那我们就会同步开放 知道钓友们也很希望说能够赶快开放 可是有时候在管理人员的量能上面 确实我们这边有不足 也请钓友们能够多多体谅 7月27号疫情警戒从三级降为二级 中央终于开放 渔港垂钓 钓客还是必须遵守防疫指引 以免遭罚 记者黄绍明 基隆报道 高端疫苗开打三天 出现了许多起意外 基隆暖暖一名41岁女子突然猝死 家属已经向立法委员蔡世英 以及基隆市议员林敏勋陈琴 要求查明真相 另外 新丰街一对夫妇也在打完高端后 出现了身体不适 已经三度就医 目前留院观察中 接获成情的基隆市议员 韩世玉 也再次呼吁中央 要重视国产疫苗产生的问题 接获家属成情的基隆市议员 林敏勋表示 这位41岁的 王姓女子身体并没有其他疾病 8月24号在暖暖一家诊所打完高端后 不到12小时却在台北发生猝死意外 让家属难以接受要求厘清真相 因为这个王小姐她其实相当年轻 那也是才40出头岁而已 那也是单身 那也平常身体状况也没有特别的疾病史 也没有遗传的疾病史 那所以说在施打了疫苗的当天 然后就不到12个小时内就出事 那这个是需要厘清的一个真相 针对这一期以外 金融市长林又昌在疫情记者会上 除了表示遗憾 也强调金融市政府将尽力协助家属 发生这样的不幸 我想大家都觉得很遗憾 那至于它是不是跟疫苗有关系 我想这个由专业的这个医疗医师来做判断 就我们金融市民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市府都会提供协助 我想这一部分是我们一直也这样子做 没有问题 另外信封街一对夫妇在打完高端后 也出现身体不适的状况 三度就医后 目前留在卫福部基隆医院 观察中 下午的时候两位又觉得不舒服 所以自行又叫了救护车 先到厂根医院就医 那因为检查的结果也都是正常 让他们缓家去休息 那傍晚的时候 因为这两位民众还是觉得不舒服 所以又叫了救护车 然后到布立基隆医院 那经过检查之后 目前是检查结果还是都是正常 那不过因为担心民众的状况 所以还是让他先留在医院里面观察 我们基于说说因为属于二次完整的这个案例 所以在急诊的立场来讲会比较慎重在处理 所以我们基于慎重的原则 所以我们先安排住院做一个观察 那请我们的内科部主任蔡依密 那个当他的主治医师 给他进行观察治疗 接到这一对夫妇陈情的基隆市员 韩世玉日前才在议会提案 要求基隆辖区应该施打具有国际认证的疫苗 面对高端疫苗评出问题 韩世玉也呼吁中央重视国产疫苗产生的各项问题 夫妇两个的状态还是比较不好 那有无力感 那现在目前的话也有所谓的冷颤抽续这样的状况 那所以呢我们还是再次的呼吁我们这张政府 那希望呢可以正视然后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记者张其腾基隆报道 疫情趋缓民众外出散步运动的频率也越来越高 有民众就向基隆市议员张耿辉反映 在基隆河七堵段右岸的重置桥附近的防汛步道 伸缩缝高低落差太大 容易造成运动民众跌倒 因此张耿辉要求相关单位尽快改善 疫情趋缓民众外出散步运动的频率也越来越高 不过有民众向基隆市议员张耿辉反映 在基隆河七堵段右岸重置桥附近的防汛步道 伸缩缝高低落差大 容易造成运动民众半脚跌倒受伤 很多民众在运动的时候 不慎在那边跌倒流血甚至趴在那边 幸好有我们张议员发现及时来看看这个问题 确实容得非常高 不但没有安全标示 而且也没有平整路平那种感觉 因此基隆市议员张耿辉也要求相关单位 要尽快改善维护民众的安全 基隆市尼尤其是七堵七的人 软软七的人很多都在这边运动 早上黄昏傍晚都有的非常多的老幼妇女都在这边运动 我想市政府的相关单位 这刻不容缓要立即的来改进这些切施 以免更多的人来受伤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农历七月又祭拜好兄弟 基隆祠雲寺举办普渡法会 不过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避免群职 庙方开放了1500份参加赞品的名额 请法师送金消灾祈福 短短不到一周名额就满了 庙广场前堆满一箱一箱的赞补品 数量惊人 这些都是信众参加战谱 基隆祠雲寺往年中元节举办普渡法会 总是吸引许多信徒参加 但今年为了防疫 不开放民众集体普渡 改邮庙方代为祭拜 但还是相当壮观 全是防疫措施做得很好 虽然是战谱的人相课 不容今天来哪 明天开始他就可以婚女来哪 我们还是有请高增来祭拜 还是一样的 虽然防疫有限制 民众只能在警戒线外拜拜 但庙方准备了近百份的数十贡品 种类之多相当澎湃 而开放1500份的赞卜名额 短短一周内就已经额满 疫情的关系 本来不想给人家赞卜 后来我考虑了一个礼拜 还是开放 开放一小时1500份 好多人要来参加 本来是假如说没有那个 当初还没有决定好 可能超过2000份 疫情降级 慈云市也有防疫的指引 希望民众多加配合 庙里要拜拜的时候 我们有那个量体温计 跟那个酒精 还实名字 就挂这个牌子 一个出去一个进来 一个出去一个进来 所以管制得很银格 现在好像这几天说 室内可以80个 疫情当前防疫优先 民众称加慈云市的战谱 不但败担心又安全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导 而因应后疫情时代的教育发展 金融市政府宣布将举办第一届的 台湾灯塔教育节 透过架设网站建立平台 提供金融市62所学校亮点课程 与其他县市的教师交流 同时也引进素养教育资源 以及线上工具 让家长对108课纲素养教育 有进一步的认识 在9月11及12号 还将邀请唐凤父亲等跨界教育名人 出席论坛 透过分享相关的经验与思想启发 共同创造不一样的教育 配合防疫停课不停学 线上教学成为疫情 后得教育常态 金融市长林又昌表示 金融市推动智慧教育多领有成 不过也发现有数位落差的存在 因此决定举办全国第一届 台湾灯塔教育节活动 协助教育工作者 获得充分的软硬体资源 进而实践 9月11号及9月12号 更将举办线上论坛 希望透过分享与及时广益 找出后疫情时代的教育方向 目前已经吸引超过2000人报名 整个从这个实体转为是线上教学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个演习还是不如实战 那实战的一个考验 我们所有的老师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做了许多的一些调整 那另外我们也发现 的确虽然是说数位素养 不过我们也发现 的确在我们社会里面存在的 这个数位落差 还有这个社会阶级的这个问题 那有很多的一个孩子 他因为这个环境的一个因素 他在数位素养上 的确是比较弱势 那在教学的一个场域 特别是在我们国民义务教育的一个阶段 怎么样努力的去弥补 这一方面的一个落差 也就是我们现在碰到最大的一个课题 那9月1号快要开学了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 这个台湾教育未来的发展 那我们金融市抛砖引玉 这个希望能够透过 这一次的灯塔教育节 这个来把我们金融市 做了一些准备 或者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摸索 或者探索 然后跟全国各县市的教育工作者 还有很多的一个专家 大家一起来集思广益 透过线上参加记者会的台大教授叶秉成 也以自己的教学经验强调 108克刚的素养教育 就是培养学子面对不确定性 确实解决问题 因此他很支持金融市政府 举办台湾灯塔教育节活动 很多意思说 为什么108克刚要改 为什么108克刚要跟全世界其他国家 要在做这些所谓的 以素养为核心的改变 就是因为全世界 以开发国家 OECD在以开发国家 跟台湾大家都看到说 其实现在这世界会有非常多的变化 就像这次疫情 我们碰到一样 太多的不确定性 太多的新的问题 都是以前没遇过的 那我们的这一代人 我们自己当老师 当爸爸妈妈这一代人 还有我们以后的下一代 我们的孩子们 他未来长大以后 他代理说那个能力 可以面对一个充满 这么多不确定性 充满这么多变动 充满很多新问题的这个世界 要训练他们解决 真实世界的问题 的能力 的态度 这就是我们来谈的数量 金融市政府教育处方面表示 这项活动主要有三个重点 需要让老师 家长及社会大众 有一处交流 理解 共创的新课堂舞台 我们金融市有很多很棒的老师 他们研发出很棒的特色课程 要跟全台湾所有的老师来做交流 那第二个我们也希望 为老师引进跨界的素养教育资源 然后来解决 教育现场的一些问题 然后让素养教育可以永续发展 那第三个目的 当然是希望让更多的老师 家长跟市民大众 对于所谓的素养教育 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我想这样子我们才有机会 再为孩子创造 在教育上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9月11号 9月12号的论坛将邀请 包括政务委员 唐凤的父亲唐光华等 多位著名的跨界教育理秀 与实践者出席分享相关经验 希望邀请社会大众一起来 关心探索未来教育的多元样貌 台湾灯塔教育节 9月线上见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导 纾困4.0 政府助你渡南关 金融市纾困再加码 房业比管员工每月3000元 市民入住 每人每晚补助500元 最多7000元 只有房地出租店铺 租金减免 租金还可以延期缴闹 另外公有零售市场摊位 租金全免 暂停营业期间 还免收摊位使用费哦 金融市民纾困咨询专线 24224897 美丽基隆影片征选 即摄影比赛活动 今年已经迈入第四届 基隆是一座进步翻转中的城市 充满着梦想 未来与无限可能 今年我们以A City for All 为主题 用影像来说故事 分为影片征选 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486000元 希望能够激荡出不同的印象火花 还在等什么呢 快来参加 详情请洽活动官网 我是之前去你们公司 应征的张先生 你们不是说会再通知我上班时间吗 都已经过了两个礼拜了 怎么都还没有消息 先生 你以为来填个资料就能保证录取吗 你想想怎么可能呢 诶 等一下 那资老师们这样存折 要还给我吧 我还花了好几文块 买你们公司的产品 你们这样不行 我要退费 喂喂 你说什么 我听不清楚 喂喂喂喂 求职房片请记住三要七步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 劳资关系科提醒您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水土保持的重要性 妈妈 这桌上怎么了 怎么光秃秃的 就有人乱挖地 把树木土地挖掉 这都是很严重的哦 嗯 老师上课有说过 这样可能会引起 落石 土石流等灾害 很危险 对啊 看到我被这座山上乱挖 就要光京同步去工作 没有 会心危险市就要好啊 从山护雪 青山流 不惧落石 土石流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次会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麦东 欢迎锁地美洲山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次会来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德国红点设计奖成绩揭晓哦 基隆二星高中广市科以炒废作品 赢得青年组品牌与传达设计类的红点奖 展现基隆学子在国际设计界的竞争力 同时也让在地创生作品站上国际舞台 为台湾争光 这碗海费泡面可不是泡面哦 拉起来一看 因为好像是米粉 其实里面看到的是我们用了鱼窝来替代这个米粉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苛口的泡面 可是其实都是我们人类所创造出来的一些垃圾 还有海报上的可爱宝宝 您猜得出来是哪些物品吗 女婆也不是铁鱼罐 这是铁鱼罐 这个呢就是浮球 而这刻画者基隆经纬度的羽衣 有着浓浓基隆琴 所有的文创商品都紧扣着正宾渔港及阿根纳遗址 潮沸的潮是就是有创新也有潮系的意思 那像沸的话我们把沸当作一个意义 这个海报上面的吉祥物主要是一些海洋常见的废弃物 像这个是浮球的废弃物 也还有一些纪念的明信片 跟手册去做一个节目 二星高中广社科这五位学生 将今年毕业展的作品《潮飞1.0》 融入在地化及国际化元素后 产出《潮飞2.0》 他们将作品参加德国红点设计奖 在他们满18岁的这一年 拿到了人生第一作红点设计 它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因为红点算是一个肯定 那我们也很希望就是我们所提倡的 海洋议题是可以向大家去宣导 这一次可以说是本校第二次拿到了红点设计的大奖 在两位也曾经拿到红点的 这个红牌老师的指导之下 那世上总共累计了三次的获奖 我觉得这个对于 技高层次的孩子来讲 是一个莫大的荣耀 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尤其这一次的议题 它有非常积极正面的意义 潮飞对我来讲 我听完了学生的表达陈述 那么再加上我们去观看以后的感觉 就是把怎么样把减费 变成是一个新潮的一种活动 变成是一种潮流 那么不仅可以恢复到我们美意的家乡 也可以让这样的观念 不断的世代传承下去 对人类来讲 可以起一个很正面的意义 我想这也是这一次的学子们 跟老师 大家想要传达的一个正向的讯息 投稿德国红点设计奖 让世界看见基隆 在旧历史与新文化的相互碰撞下 激荡出创意与创生 我们可以知道说 现在的基隆市政府 其实已经有开始在 重视我们的都市计划 都市的一个美感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抓紧了这个议题 然后就是希望说 基隆有没有更多漂亮的地方 可以让台湾各地的人来到基隆旅游 然后我们也去思考说 其实基隆一直都没有一个 所谓的文创园区 然后所以我们会希望 像我们都会跑到送烟 跑到华山 跑到高雄的博二 可是都没有属于一个基隆 真正的文创园区 所以其实小朋友 当时在做这个专题的时候 其实他们就很希望可以为基隆做一些事情 然后如果真的阿根纳的这个文创园区 这个地方如果真的能够做起来的话 其实对基隆来讲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我们二性广社科在9月10号 会在基隆东岸会有一个我们师生的连载 那我也希望就是也可以让大家就是看到 就是二性广社科这几年来的 学生的努力跟迈进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一同来参加跟观赏 欢迎民众来欣赏这位基隆设计出的文创园区 并融入海洋环保议题的相关产品 还有很多其他学子的创意设计 让我们一起来提升这座海洋城市的生命力 二性广社 万象国际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